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配文也是 才刚回来就开始想念在不 陆克敏桥下草地野餐的感觉 据悉 自从开通了Instagram账号以后 周杰伦就被粉丝调侃 活跃的像个高仿 恨不得一天更新好几条 也有粉丝感慨 你十几年不开私人社交账号的高冷 现在全没了 周董克也说很放飞自我了 早前 周杰伦与昆龄刚抵达纽约的时候 就在机场为了大家一嘴狗粮 当时俩个人走出机场大厅后 昆龄迫不及待挽住周杰伦的胳膊 直接在机场开 虐 连背影都是甜蜜 一百分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云儿发中文版新歌发音标准 粉丝称赞中文又进步搜狐娱乐讯 据台湾媒体报道 韩国女星云儿近年来苦读中文 2016年更参演首部戏剧 武神赵子龙 语言能力突飞猛进 七月曾快闪访台 记者会全程30分钟用中文对答 令人惊艳 她8日推出新歌 如果你也想起我 全中文献唱 咬字清晰又标准 在此引起赞叹 允儿八日推出新歌 如果你也想起我 近来苦学中文的她 特地献上 中文版本 暖声唱着你还记得吗 不管是转舌音或者三声咬字 都有着标准且清晰又甜美的发音 让歌迷不用看字母 就能轻易听懂她在唱什么 让不少粉丝大赞允儿中文又进步了 中文发音好甜 亦恋爱 特别的是 如果你也想起我除了有中文版本 也同时推出韩文版本 详绿虽一样 但曲风呈现依旧有不同味道 两种版本曝光后 一小时内已突破上万观看人次 Bone of the wind blows 韩文 中文数位单曲即将在台同步发行 《九十四》这么虐 何润东七孔流血王后 幻张晨光领变的那年花开月 正元日前出现第一波高潮 最终饰演无品的何润东 七孔流血死后 昨天龙到张晨光 他所饰演的吴家东月老爷 吴魏文遭险惨死狱中 父子接连领变当 跌宕起伏 发展神速的剧情 没有罪虐只有更虐 剧中吴魏文高瞻原主 身名大义 与不受交的媳妇周莹 孙力士 实有冲突 也因为他严厉教导和信任 奠定周莹成为一代女富商的 根基 昨天他甚至遭献恐有面门之威 为保全家先是断绝兄弟请 再把周莹赶出家门 喝下最后一碗忽辣汤赴死 不过死前已安排把爸当家的权利 交于周莹 张晨光有场落寞巡视东院的戏份 多不知间展现了新凄凉与绝望 又似于辉煌过去道别 再经历丧子之痛或息大或将至 得知媳妇怀孕 欣喜无哉有后 他又哭又笑 全是悲喜交加 无谓杂陈的转折变化 思思入寇 导演丁黑对他的表演评论 张晨光一场戏演进人生百态 精彩至极 可用于教学 孙力则说自己的戏很多 拍戏现场总是拿着剧本 但张晨光从来不看剧本 却很少NG 让他非常敬佩 57岁张晨光入行超过30年 早期是雄霸台湾八点当戏剧男主角 1992年已经成四手 拿下金钟奖书帝 2004年演出日正当中夺金钟奖戏剧类式帝 演技实力早获肯定 后夜勤恋台与参加本土旧剧演出 2004 2005逐渐转赴中国拍戏 参与演出又见一灵幽梦 奋斗 仙霞剑 欢乐颂二等多部戏剧 无论台湾 中国戏剧生态如何转变 他的戏约不断 张晨光今年因那年花开生活年轻粉丝喜爱 他在微博与粉丝互动俏皮引起关注 网友希望他再生一个无品皇给观众 他回复老婆年龄大了 都过了更年期 生不了 有粉丝问张晨光老爷 您怎么不查无品哥哥的死啊 他回我地安哪有时间啊 也有网友说有些人说您的台湾枪 让人出戏 他机智答 太执着枪就是地狱性太强 中国好歌声 你会在乎周杰伦和一迅的枪调吗 随着该剧热播 粉丝留言众多 他也每天熬夜一一回复 该剧于浩明饰演的杜明里 满肚子坏水弄垮吴家东院 实际陷害张晨光 张晨光也在微博搞笑 晒出两人和赵问 杜明里送来的饭盒 我要不要吃 展现搞笑幽默的一面 观之林的凶事人 沈内地拍真人秀 心苦无的石观之林 出席善取慈善基金慈善晚宴 对于内地真人 遭突然现停泊危机 知之表示不清楚 他透露有份拍摄的真人 骚我们来了 每逢星期五在电视播映 又只说不定播映日期 可能迟些会改 但他目前不知道 而未来仍有刺激要拍摄 谈到每次拍摄都会来回大陆四天 节目以文化为主加性游戏 他每次都拍得很开心投入 只是拍摄时间太长 连上机都要拍 最辛苦是无的税和无的石 因中国地大 拍摄地点车程长 天气又热令他敢虚脱 所以他讲过不要再搞他 但觉得是个好经验 问到酬劳是否传闻的天价四千二百万 他必谈 不要讲这些 外间赞之 这玩游戏比年轻嘉宾了 他也赞个个都乐 只大家好玩的又好多说话 精力充沛 令他有时要戴耳机 笑颜自己和吴秀波 都拍到散晒要睡 更为拍睡姿 对于节目中称呼他阿关 他笑颜初识的 家不知怎称呼他 有人叫关老师 关姐姐